你的婆婆值得你为她订两个手镯吗 刚刚有一个小姐姐跟我说 她想给婆婆订一个手镯 一个还不够 还要再订一个 我还觉得挺奇怪 她现在已经到 我们去问问 嗨 姐姐你好 是给婆婆订两个 是 就是想要她 临时想带哪个就带哪个 你婆婆对你特别好是吧 是的 一般像妈妈一样 我们就是跟婆婆之间 关系如果说处不好的话 就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矛盾 家庭那么容易有矛盾吗 你老公的话 有时候都不知道帮谁 我这边是二环 那咱们先把它选了吧 等会再跟你聊 她带多大圈口的 56 想要个什么样的呢 我看一下 您的预算是多少 五六千吧 像这种的话 它就整个冰杆跟胶杆都在的这种 可能没办法拿这么高的 但如果说预算到位的话 这种清澈的是可以拿的 对 一个冰飘花 对颜色有要求吗 颜色不喜欢太深 这个呢 有点蓝调的 这个怎么样 这个不错 就要这个吗 我再选一张 主要是你看上了圈口要对 我看上了 这两个就不错 你两个 你还挺会看的 这两个是个同手料 以前戴过手中吗 你 有去私场看过 但是没有选到喜欢的 就喜欢戴手串 现在看裂呀 咱们也只是初步看 因为等它做好了之后 如果它还有裂 可能就要做一个退换这样 我第一次听到给自己婆婆拿 要订两个随便带 坐月子期间的话 就身体不适的时候 她也帮我擦身 照顾我 很好 她会把你当成亲女的那样 不会避一些闲啊 不会 坐月子很容易有婆媳矛盾的 是的 所以为什么说 坐月子期间能看清一个人吗 从我坐月子 我看清婆婆对我还是挺好的 我也想说尽自己一份孝心去感恩她 所以就给她弄了两个是吧 对 其实这两个的话都还可以 但这个这里有一点杂点 取完货之后会淡一些 变淡的话也没事 这个不会影响 不会影响佩戴 这两个的话底子它是一个糯的 现在看 细糯化的一个底子 年也没有说特别矩的一个情况 个石头都有自己的特色 天然的 对 明白人看来就是带过的 这个是55 咱们倒一下脚的话 坐56没有问题 这一个的话现在是54 倒一下脚的话坐56也没有问题 原条还是正圈 正圈 6000网里的一个价格 好 这个要是很重 行 那咱们去结账 好吧 打拨花吧 好 张小姐送给婆婆的两条镯子 换着袋子都挤货了 但是其中一条她婆婆太急了 连证书都没有用过 张小姐就紧赶慢赶的叫我打电话 给她先悠过去 那现在咱们就只能看这一条了 看一下这一个 它底子呢 是那种蓝底儿 有一点点油性的质感 这里有爆黄匪 老人一般对这个明黄匪啊 是比较感兴趣的 整个胶感是有粗的 头头的眉毛病再往过来 这里呢它会有一点蓝飘花 你看 只是说这个飘花吧 飘的蓝色可能不是特别的正 就如果你按照正蓝那样算的话 但它一样是个蓝飘花 这里 它还有一块芙蓉色 这个我觉得还挺漂亮的 再往这边一圈了 没毛病了哈 咱们这一个桌子呢 也比较适合老人 老人一般他不会特别喜欢发白的那种 所以那天咱们跟张小姐给他婆婆选的 是这么一款有颜色的 很遗憾它上面没有一些洋绿 我是希望它能挑一些能爆洋绿的 它没挑 因为爆洋绿的它也比较贵 其实我还挺感动的 因为张小姐跟他婆婆这个关系 毕竟儿媳妇她不是女儿 婆婆她也不是儿媳妇的亲妈妈 那两个人关系能处得这么好 其实就得在那一个字上叫处 怎么处 很简单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在我坐月子的时候 你给我多一点照顾 儿媳妇嫁过来 最脆弱的那一年 就是坐月子的时候 我为了你伺候我呢 一个月我愿意照顾你一生 你说活性关系是不是很难处